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托尔霍特人身上的生死牌剪下来带走 这是托尔霍特人对死者的尊重 还是你们的一种因事 这是我们的心愿 死者的身体虽然不能回到故乡 但我们要把他们依附在生死牌上的灵魂 带回去 托尔霍特人为什么情愿跟着您无需牺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野蛮的突厥人实在是难以开化 不可礼遇 我向您道歉 韩王 让你的道歉见鬼去吗 别个多福先生 你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韩王放在眼里 你损害了我们哈萨克人的道德和信誉 你损害了我们祖祖辈辈的传统 还有习俗 可是尊敬的韩王 请听我解释好吗 我已经听够了 韩王 您最好听我说一下 从你来到这里 就像个嚼舌的女人 总是喋喋不休 没完没了 你什么也别解释了 现在你要为你的愚蠢付出代价 努尔阿里汉 你要记住 我是俄罗斯的官员 你没有权利惩罚我 我是没有权利惩罚一个 即使是落魄的俄罗斯官员 可是在哈萨克这个地方 我有权利决定你的去留 我现在正式地通知你 你被驱逐了 请你马上离开哈萨克斯坦 韩王 我在这里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把你的重要使命 带回俄罗斯去吧 你应该庆幸 还没有来得及伤害沃巴西韩 否则你连回俄罗斯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将用你的人头 来祭奠被你谋杀的人 来人 在 把贝克托夫先生 一直送出我们哈萨克的领地 是 请吧 那我就告辞了 努尔阿里寒 不送 不可理喻 领取你们的坐骑和枪支 他走了 他早就该走了 俄罗斯妨碍了我们 就是啊 快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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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拿太利亚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 你还想知道什么 你是俄罗斯人 托尔康特人 走到了这般凄惨的地步 可你为什么不走呢 为什么不走 你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起 遭受这么大的痛苦呢 东归对于你没有意义 而且每个人 都有可能在路上挡下去 我就是跟你说 你也不会明白的 娜丹丽雅 在我心里面有一个梦 就是到东方 那神秘的地方去看看 我有爱 我要跟随我所爱的男人 左边天涯海角 他到哪里 我就跟他到哪里 我要为他生孩子 我是一个女人 我宁愿接受面前的痛苦 能告诉我 你爱的人是谁吗 查勒米亚 那个人是巴姆巴尔 没想到吧 而你们呢 你们这些贵族老 才不会为了爱 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呢 其实你不是为了东归 为了沃巴西 是为了你自己 我不是为自己 不说 你就是为了你自己 你不是已经要走了吗 赶快滚吧 你们这些怕死的俄国佬 我恨你们这些俄国佬 查勒米亚 我不是俄国佬 我更不是公主 难道我说错你的吗 不 你没错 恰恰相反 我愿意你骂我 也愿意喝你为我煮的咖啡 查勒米亚 现在我要走了 但是我会记住你的 好了 你别在这儿装样子了 我是一个仆人 你最好把我忘掉 查勒米亚 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我不是俄国人 我是波兰人 什么 你是波兰人 是的 这么说 你要回到波兰去了 那好啊 我会祝福你的 谢谢你 查勒米亚 我要回去 如果我能活着 我一定要回去 别动 我是赛勒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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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吧 是 绝不是努尔阿里。罕素的意思 他并不买比克托夫的账 他甚至很厌恶贝克托夫插手 土耳乎特人 和哈萨克人之间的事情 这个人重感情讲义气 他身上具有我们游牧民族 相同的习俗和品质 也许他能改变主意 给土耳呼特人让开道路 他同情土耳呼特人的处境 但也明确地表示 不会放弃对我们的堵截 要避免战争 除非土耳呼特人 重返福尔贾河 当然他愿意看到女皇 能够改变主意 同意我们东归 这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 是的 没有侥幸 也没有其他的可能 对努尔阿里汗 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是的 韩王说得对 我们无论对努尔阿里 和其他阿里 都不抱任何幻想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东归 回到我们那久别的故乡 韩王 舍愣将军请见 请舍愣将军 吴巴西 扶尔阿里汗 想见您 他现在在哪儿 他在托尔呼特人的阵地前 请你立刻去通告 扑尔阿里汗 窝巴西将隆重迎接他的到来 是的 扑尔阿里汗 韩 努尔阿里的造访 一定和纳塔利亚有关系 至少他要见到宫主殿下 奴儿阿里海 他们过来了 安好 奴儿阿里海 你好 我巴西汗 李乔 刚刚和你告别 现在又见面了 我也很高兴又见到你 奴儿阿里海 托尔胡特人现在处境窘迫 虽然不能和哈萨克人相比 但我们将亲戚所有 隆重地接待您的到来 我的朋友 现在来做客是南违托尔胡特人 你们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招待我 心里会不安的 不要费心了 我不做客 我巴西汗 我只想当着您的面 解释今天发生的事情 奴儿阿里海 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现在在俄罗斯以外的任何地方 只要比克托夫先生有机会 他都会这么做的 没有人可以控制他 因为他必须不择手段地弥补自己的过失 以求得女皇的原谅 这关系到他的前程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所谓官将会有歌 他必须不择手段地弥补自己的 哈萨克人 只要决定 小匿都不择手段地择手段地 尖叫舍祖 好极了 你消除了我心中的不安 我把西罕问题都解决了 努尔阿里罕 您的造访仅仅是为了当面向我道歉吗 是的 不过既然来了 就顺便看望一下公主殿下 他还好吗 当然 请吧 努尔阿里罕 行 他还好吗 诺尔阿里汗到 欢迎你 诺尔阿里汗 您好 公主殿下 我是特意来看望您的 诺尔阿里汗 请你进账 和娜塔利亚公主好好谈谈吧 诺尔阿里汗 请进吧 请 放弃这个计划 不 这是托尔胡特人掌握主动的绝好机会 汉王 难道您看不出来吗 只要控制了诺尔阿里 胜利的天平就会偏向托尔胡特人一方 我们完全可以击败哈萨克人 这简直是不准备的 这简直就是佛祖的恩赐 托尔胡特人不能拒绝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早晨 哈萨克人也有这样的机会 他们可以很轻松地控制托尔胡特人 可是他们没有那样做 他们拒绝了别克托夫的阴谋 全身心地投入了一个款待客人的盛宴 在同样的情况下 托尔胡特人也拒绝阴谋 汉王 您可要想好 要是舍愣稍稍偏向一点诺尔阿里 我们的计划就会暴露 那可是全体托尔胡特人的灾难呢 放弃绑架诺尔阿里的计划 汉 而且我们也要公正地对待舍愣 他不止一次地帮助过我们 可是他太善变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对他不得不防 舍愣是多变 他的每一次变化都不针对托尔胡特人 舍愣的处境和我们不一样 不可能像托尔胡特人那样看待问题 我要你们牢牢地记住 舍愣他从来没有伤害过托尔胡特人 谨慎让我们几乎失去了判断能力 韩王说得对 舍愣没有理由出卖托尔胡特人 他已经有了新的牧场 但不会用托尔胡特人的牺牲 报答哈萨克人 让我们相信他吧 嗯 努尔阿里一直怀疑托尔胡特人会听从女皇的要求 巡护地返回福尔加河 现在他更加深信不疑 哈萨克人和托尔胡特人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事情变得很紧迫了 等待女皇的回信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的偷袭行动 比原计划再提前一点 就是说 后天凌晨 我们一定要开始行动 没问题的 军队的集结正在按着计划 有条不紧的进行着 到了明天上午 所有的工作都会安排就绪的 这一点您就放心吧 好 努尔阿里函 很高兴您能邀请沃巴西函去哈萨克人营地做客 谢谢 这是个好兆头 但愿哈萨克人和托尔胡特人就像主人和客人一样不分彼此和平相处 不分彼此 尊敬的公主殿下 我相信这也是沃巴西函和我的愿望 可是 俄国女皇也会这么想吗 您想和我了解女皇吗 可是努尔阿里函 女皇是个想吞并邻国的人物 别以为哈萨克就会顺利 公主殿下 虽然我不喜欢别克托夫先生 可他有些话还是提醒了我 您在我的领地 所以 我有责任保证您的安全 您觉得我处于危险之中吗 我不是指现在 我相信 此刻你有绝对的安全 可是公主殿下 您想过没有 如果女皇陛下不答应沃巴西的条件 也就是说 女皇陛下坚决要托尔胡特人返回福尔加河 我会认识 你现在要托尔胡特人 不认识 会满足陛下的要求 不 我现在觉得 我爸西罕不能说服女皇陛下 托尔胡特人也不会答应女皇陛下的要求 不会返回福尔加河 如果我的怀疑得到印证的话 公主殿下 这就意味着战争 是这样的 如您所说 托尔胡特人就没有了退路 只能选择战争 战争状态下 你会作为人质 仍然留在托尔胡特人中间 我不能不问你的安全担忧 战争的结果 托尔胡特人会输得很惨 到时候 当他们需要发泄和释放失败的愤怒的时候 你的生命 就难以保障了 我只有等待你的保护 是这样吗 奴儿阿里汉 尊敬的公主殿下 请现在就随我一起回去吧 在哈斯克人的影地 俄国公主的安全有绝对的保障 不过我不能答应您的要求 我是托尔胡特韩国的监察官 在托尔胡特人没有到达中国之前 我不认为他们的反叛已经成功 在女皇陛下还没有撤出我的职务之前 我将承担我的责任 当战火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 女皇的权威 会被托尔胡特人不屑一顾 您靠什么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您忘记了托尔胡特人的王子 现在在俄国手里 您认为托尔胡特人会交换吗 只要阿萨赖王子远离托尔胡特韩国 这就是威胁 那您还是要留在这儿 是的 这是我的职责 好吧 我不能强求俄国公主 施朗将军 在哈萨克那里你自由吗 他们分给你畜群和草地了吗 这我还不敢妄想 只要能留下来 有个安身之地我就满足了 那在中国你就没有家人吗 为什么走到这里不走了呢 有的 我在中国我有家 有家人 我是个大家族 不过那是过去的辉煌 可惜我做错了 我只想着恢复 蒙古的辉煌反对朝廷的一些贪官 就起义造了皇上的烦 你真是英雄 敢喝皇上斗 我太佩服你了 我只是想和那些贪官斗 可当时我太鲁莽了 一气之下把皇上的宠幸给杀了 他们追杀你 还召惠女皇杀你呢 是托尔胡特人救了我 我何尝不想和你们一起回去呢 我再怎么刀 我太前面了 我才能够死 我得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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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陪你 这人 我得陪你 如果我能回去 一定去见皇上 让他设你无罪 让他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将军 土耳护特如果没有你是找不到家门的 我一定要想办法去见皇上 伯伯儿 我真的感谢你 可你只是个卫队长 没有资格见到他 他是皇上 不是你的汉王我巴西 他管辖的人和土地 和俄罗斯差不多大 他的皇宫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那我要进去 就告诉他 舍冷将军来了 看他开不开门 班巴尔 你真好福气 谢谢你啊 舍冷将军 来 好 来 Tetrad 舍冷将军 您去哪了 我去见了一个熟人 没想到您这么快就要回去 那我们走吧 请 你把牛羊骆驼 隔九百头放在我这里 是因为你无法带走 就让他们 在我哈瑟克富饶的草原上 生息繁衍吧 至于你先生的贡品 尽管真不乱 我还是不能答应你 从我这里接到 当东归的消息传到沙皇政府 女皇特领奥伦堡的省长 指挥的亚裔克部队追杀我们 因为我们路径那里是没有侵害过他们 所以起义的亚裔克部队拒绝追杀 这样双方都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 你的意思是想说明 我们哈瑟克也像格萨克吉尔基斯人一样 被沙皇政府利用 是的 我们是回家 不是来争夺你的草场 这我知道 你的祖父阿与其汉 在康熙四十八年间 派使团取到西伯利亚 不能够而是 进卡尔卡蒙古 抵达过北京 之后 康熙皇帝 又派出了图理琛使团 抵达富尔加河的土尔霍特沪 你的父亲敦多布拉什 在乾隆二十一年间 派事团再次抵达北京 乾隆皇帝 在成德的万术元接见了他们 不可否认回归东方 是你们几代人的夙愿 既然如此 你就更不敢拦截我们 你也能拦截我们 你都不敢拦截我们 保护的军事 可否认为和护士兵 哪些将将军事 我会拦截 我对你 如果你会拦截 你不愿意 一言为敌 我爸七海 气氛有限不对劲啊 有人密谋要绑架你 谁 几个土耳呼特人 努尔阿里汉 请你放心 我已经命人 把他们抓起来了 我不敢说所有的土耳呼特人都是您的卫兵 但是我向您保证 沃巴西是您的卫兵 足够了 有您这样的卫兵 我还担心什么呢 啊 是 有您的无君寵 这还有一个公寵 四川 这其他地方 就是 他 然后 Says 郭曼 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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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我 跟你走 你想甩了我 没那么容易 我是担心你们母子 想把你们留下来 你 那个没心甘的男人 如果我留下来 孩子怎么办 问题是韩国在东贵路上 不许生孩子 为了你和孩子 掺了命 你不能再往前走了 你应该像舌愣将军一样 留在哈萨克草原 那好 我们一同去见韩王 让她同意你留下来 走吧 查勒米亚 我不能停下来 那你是说让我们分开 那你去见她吧 我告诉你 你别想甩了我 查勒米亚 跟我回去 走吧 放开我查勒米亚 要去你自己去 走 你跟我走 查勒米亚 你怎么 走啊 放开我好吗 查勒米亚 查勒米亚 真是 诺尔阿里不相信托尔呼特 和女皇之间的矛盾 是可以和解的 她认为 她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她会耐心等待女皇的复兴 我们获得了机会 她却丧失了时间 是啊 后天凌晨 托尔呼特人 如果能成功地突破哈萨克人的堵截 就会一路顺风地回到自己的故乡了 前方再不会有敌人的阻拦了 那你呢 娜丹利亚 陆越往前走 分手的时间就越临近 也越发叫我难受 我怕死 当托尔呼特人发动突袭的时候 我的俄国公主身份也就终结了 我也该寻找属于自己的归巢了 等你们突围成功后 我会化成百姓混在逃难的人群里 消失在通往匈牙里的边境线上 再绕道回到波兰 如果你一个人走 那样我会不忍心的 在我们同行的日日夜夜里 我已经经受住了考验 相信我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了 我变得坚强了 你帮助了托尔呼特人 不 是你帮助了我 我罢西 娜丹利亚 如果你愿意 就永远留在我身边吧 怎么你不愿意 你我是不能在一起的 这是我们注定的命运 因为即使我决定跟随着你 你的徒儿获得韩国 也不会接纳我的 你的徒儿获得韩国 明运 似乎和我们开了个万象 他慷慨地把你交给我 请不去你无情地 把你从我手中夺走 把你从我手中夺走 我的汗 是托尔呼特人 让我真正明白了 只有自己的家乡 才是生命的栖息地 是灵魂的最后归宿 无论走到哪里 无论走到哪里 故乡是人与生俱来的依恋 我也渴望回到波兰 哪怕回去的仅仅是我的骨灰 那么我将会派给你我的王庭卫队 我想如果不出任何意外的话 他们会护送你回到波兰 我是不会让你一个人走的 从见到你的那一刻 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你 真的 娜娜 我不能留住你了 我何尝不想在你的身边 我热烈地爱着你 也深深地爱上了 你们这个为之骄傲的民族 这我知道 但是波兰在我心中的位置 是至高无上的 就像托尔呼特在你心中的位置 是一样我的汗 如果我们能够活着回到故乡 活着 今生今世 就算是有别 以我的生命仍然是美好的 我们曾经为了自由深深地爱过 今世我如果不能与你同行 你就放弃我这只白鸟 相信我们的灵魂 相信我们的灵魂 在自由地翱翔的温暗的天空中 寂寞 让美好的回忆 宁可在彼此的记忆中吧 宁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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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的皇帝全部遣返那些逃亡者 根据国际惯例 我想这是不会有用的 他们的乾隆皇帝 那是一个浩大喜功的人 我想的是 或许可以用战争相威胁 能让他们明智一些 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可是 陛下 他是怎么说的 陛下是这样的 中国大皇帝召会 大沃罗斯沙皇陛下如此等等 关键是以下内容 托尔沪特本属我华夏子民 古菲尔沃罗斯所属 东归故土是民心所向 称天经地义之士尔 为今之计或以兵伐 获守和好 我天朝为士尔等自取 若尔等因此戏故而背弃前盟 我天朝亦必全力奉陪 就是这些陛下 陛下 我亲自为您的回忆录收集的资料 在您治理伟大俄罗斯的在位期间内 建立新的省份已经有二十多个 城市有一百多座 获得军事胜利六十多次 发布立法的重要斥令八十余件 您无愧于俄罗斯大帝的伟大称号 陛下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取消我的回忆录写作计划 不 陛下 上帝赋予您伟大和光荣 您就应该为俄罗斯的后代 留下崇拜和效仿的榜样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康斯坦丁 康斯坦丁诺维奇 是的 你看 俄罗斯又装得下整个欧洲的领土 可是为什么就容不下一个骄傲的蒙古可汗 我该怎么写沃巴西 看 他要回去了 回到那儿 那是他们的蒙古高原 那里有一道著名的中国墙 那墙叫 那墙叫什么 陛下 中国人把它叫作长城 也许俄罗斯还不够大 如果我们的疆界在那儿 他往哪儿跑